在额举行的坦克两项挑战,正在进行,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坦克速度性的比赛中,这项比赛就如同赛车一样,是最让人热消沸腾的比赛,有比赛车更大的发动机轰鸣声, 有比赛车拉比赛更多的障碍,有比赛车更重的坦克,有比赛车更多的驾驶人员,可以说这是一场重型的坦克之间的速度与激情的较量,96B坦克我国这次出赛的96B主战坦克,更是在世界面前,展示了一下自己的能力和中国坦克手的驾驶能力,都知道衡量坦克能力标准,除了火控系统和武器系统外, 就是机动性、通过性、速度性,在上月接受的欧洲最强坦克挑战赛中,德军的鲍2A7这速度行绕圈比赛中,跑出来单圈时速100公里的全球最快成绩, 而鲍2A6和勒克莱尔跑出了75公里每小时和80公里每小时的成绩,都是世界最佳成绩,这三款坦克分排前三名,而在40吨级的坦克中,我国的96B主战坦克跑出了单圈时速72公里的成绩, 这可是全球第四、中型坦克第一的成绩,作为主战坦克,其能跑出每小时72公里,不但要看坦克性能,还要看驾驶员的操作水平,首选是坦克视角度的影响,坦克不是赛车并不是周围环境,直接视觉接触, 所以对周围环境的预判信号很强,同时坦克载人96B位4人,还有双层结构,这对驾驶员和车长的指挥要求都非常高, 一辆坦克要想保持在每小时40公里行驶,对驾驶员的操作要求都非常高,更何况到达70公里以上,这也证明了我国坦克首驾驶能力高超, 这次中国的坦克首门,在世界面前展示了自己高超的技术,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坦克和中国坦克兵的实力,责任编辑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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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